爺爺 嗨!各位母子已股炎與看的粉絲陪我們大家好 又到了這個月的早餐會報時間了 那這個月我們請到誰呢? 其實就是整個早餐會報企劃 幕後黑手 幫忙打個綱 粉絲我們王通常是不會出現的 我們母子已最近影片系列都是 梁子在後面操到的 大家好 梁子呢这次他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因为他就是觉得最近我们早餐汇报的来宾 都不认真吃早餐 不认真吃早餐 所以他这次要很认真的是早餐 是的 虽然这个早餐似乎是不是很健康的M牌薯条 MUSI牌 因为这期是5月号 大家如果看一下我们封面的话 远远看你就会发现 他隐藏了一个数字的5在里面 那静静看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数字5在里面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因为我们这期主题就叫做 起点点点还是终点漫谈第5号 你可能会有点疑惑想说第5号什么 如果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第5号交响曲 那你会想到谁的 登登登登 登登登登 对就是贝多芬的第5号交响曲嘛 我们就从5月的这个5的数字来去发想 然后就发现一件事 第5号好像是一个大家蛮重要的数字 好像很多奏曲家也都有知名的第5号交响曲 再往后想一点的话就会发现 如果像是协奏曲啦 奏鸣曲啦 或甚至是独奏作品啊 第5号也都是占很重要的分量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漫谈第5号 我们也觉得第5号这个定位有点奇妙 因为通常我们以前大家都会讲第9号 因为很多人就是写到第9号啊 都会觉得第9号就是什么人生的总结啦 什么的回顾 可是第5号呢 第5号就是处于一个好像中间的地段 有些人是他音乐生涯的起点 可能第5号是他的第一个代表作 有些人可能是顶点 有些人可能是终点 就是他可能 诶他写完第5号就没了这样子 所以这次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谈第5号 我觉得好像有这个显灵的效果 谢谢贝多芬 那不知道梁子 你那时候看完这期杂志有什么想法 我第一次看完杂志的时候 觉得就是编辑部 请问是在写论文吗 不是我们写的 都是主品人写的 就是觉得非常隆隆 知识含量 那你可能没有那么了解我们的读者 我们读者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呢 那这本非常推荐大家 一定要带回家看 其实我们这次第5号 在作品的方面是分了三个面向 第一个呢就是在讲交响曲 交响曲我觉得我们主笔蔡永凯老师也很厉害 他就是把第5号交响曲刚刚一讲 大家想到的一定是贝多芬的交响曲 所以呢他就是用贝多芬交响曲来让开头 就用这个年代来往后代 里面讲了一个小故事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当年在首演第5号的时候啊 反应非常的冷淡 大家没有觉得是很好听 后来是因为第5号 他们去改编了一个四手连弹版本 因为那时候没有录音嘛没有CD嘛 大家听不到很多作曲家的作品 都是透过乐谱四手连弹的方式去呈现 结果没想到那个版本越来越流行 大家才越来越喜欢贝多芬那个第5号交响曲 第二部分就是在贝多芬阴影底下的第5号 就是后来的这个可能有大概50几年的作曲家们啊 在写的时候呢 心里都觉得贝多芬的交响曲实在太巨大了 对很难超越 所以他们其实有时候写到第5号 可能也还是没办法写出什么代表错 这样子 心里的阴影面积很大 没错 后来呢有个第二个黄金年代的第5号 那到最后呢最精彩就是20世纪出的第5号 有财可夫资基啦 普罗高费夫啦 小小高维奇啊 西北流氏啊 很多人的第5号都非常非常的有名 对很精彩 他也帮我们爬梳了这一个 这是用年代的方式来看 那协奏曲我们请吴玉婷主币帮我们写 他的切入角度不太一样 可是也有点有趣 因为像协奏曲就跟教章曲不太一样 以前的作曲家通常的教章曲 他可能是一个一辈子的课题 他会写很多 但是协奏曲的话呢 他其实是不一定 他有可能是受到委托 才会创作等等 所以像是他这篇他用的方式是 用岁数 就是说作曲家的岁数 像是20岁的时候 莫达特写了他的第5号 钢琴协奏曲跟小提琴协奏曲 30岁到40岁的时候 巴赫写了第5号布兰登堡协奏曲 贝多芬写了第5号钢琴协奏曲 维奥当写了第5号的小提琴协奏曲 所以他是用岁数的方式来去分类 那我觉得这样的切入角度也是 蛮好玩的 因为岁数也会影响 这个作曲家他创作的理念跟风格 我觉得他里面有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一点 就是他创作的目的 就是因为里面还有很多是说 创作的目的 其实在锻炼演奏的团员们 之前里面有提到一个指挥 就是他创作这个其实是要训练乐器技巧的 那后面我们还有用5的这个数字 来延伸了一下 蜀笔陈振怡呢 他就是在写了 独奏作品的第5号 这个独奏作品第5号呢 我觉得他也用了一个有趣的观点 因为我们跟他讲第5号的时候 大家都会想了一下觉得 那我要怎么去切入呢 陈振怡他的写法 有一些可能是真的 标题是第5号 比如说第5号钢琴奏鸣曲 可是有一些呢 其实就是OPUS第5号 就是第5号作品 包含一些标题 并不是第5号的曲子 范围就拉大 对 然后他也去做了一些诠释跟说明 接下来呢 因为这作品都讲完了嘛 我们有特别想到说 那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样其他的面向 5呢 我们就联想到 那音乐家们呢 但当然我们不可能讲 音乐家50岁都在干嘛 50能抬头 能干嘛的 太少了 所以我们就突然想到 那如果是50呢 50岁某程度来讲 是指挥家的黄金时期 很多指挥家在50岁的时候 一方面是他们的体力还可以足够负荷 很大量的演出 但是他们对于音乐的思考 已经到了一个蛮成熟的境地了 所以我们也提到刚指数老师呢 他就来写这个指挥家的50岁 是什么样的样貌 对于很多巨匠级的大师 甚至是现在进入50岁的大师 都有一些很有趣的评论 如果是喜欢听录音啊 或是唱片的乐迷朋友 应该会蛮喜欢这一篇的 不要插播一下 因为刚刚思雅提到了很多曲目 我想大家在翻杂志的时候 就一边看可能感觉没有那么深刻 但是因为曲目真的很多 建议大家上网 用我们的 Music Air 现在马上拼音乐 这个大魔王马上就是在 好够那个 广宣置入 这次有一个非常方便的设计呢 就是你翻到我们这里 就是会有个QR Code 然后你只要用手机扫描的话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次杂志 介绍的所有曲目 所以你可以一边听音乐 然后一边看杂志 刚刚讲到50岁嘛 那其实台湾最近也有一个 进入50岁的乐团 就是台北市里交响乐团 然后我们在中山堂的二楼 就有他们50岁的特展 这次也针对这个特展 介绍了一下 它到底里面展的什么 梁子你有去吗 我有去 然后我有稍微看了一下 它的历史脉络 我觉得其中一个很有趣的点 因为我自己就是台北人 我的国小离市郊非常近 那时候多多少少都有听过市郊的演出 但是因为你生长在那个环境 你觉得理所当然 你并不觉得这些活动有那么 值得被拿出来谈 但是你在仔细看了它的展览之后 你就会发现这些东西其实得来不宜 是有多少人在里面下功夫 才可以让这么年轻的学生 就陆陆续续会接触到一些音乐教育 所以就有重新的启示 台北人真的是很幸福呢 不管你是不是台北人 你都可以在这个五月期间呢 去这个中山堂二楼看一下他们50周年的特展 所以这期的第五号就是从这个作品的第五号 到指挥家的50岁 到最后乐团的50岁 就是用一个五的数字来狂想的一期 如果你是喜欢古典音乐的朋友的话 应该会觉得 这期有很多关于第五号的小故事 是很好看的 对那早餐回报就到这边咯 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